今日公佈的措施是計我們在過多月前 2月26日由財政司司長公佈的 2020到21年度財政預算案裏面 總值1200億港元的舒緩措施 同時亦都是在2月21日 經立法會批准的 第一期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 以外的進一步措施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今日措施時 都要同時間留意 我們已經在很短的時間 是第三次去做這些舒緩措施 在設計今日這一套措施時 我們提醒自己 香港去到這個階段 是需要我們果斷和迅速地回應 而這些措施亦都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是簡單易明 第二是很容易申請的 每句話說 我們一般都不會要求提出申請的企業 或者個人要經過一些很繁複的審查 第三因為它是要有及時雨的功能 所以津貼是需要迅速發放給有需要的人士 第四由於我剛才說了 現在根本各行各業都是受到打擊 所以我們希望涵蓋範圍是廣泛 不會只是挑選部分的行業是給予援助 但是同時間也都要為重創的行業 提供額外的援助 最後我們希望我們的措施 都可以為日後的經濟復甦來鋪路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措施 分為四大的組成部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補就業創職位 以及提升工作的效能 第二是為一些特定的行業提供援助 第三是政府會寬減租金豁免費用提供貸款 或者延後一些貸款的還款 來幫助個人或者企業減輕財政的負擔 第四是由政府促成的其他的援助 我先說第一部分是有關保障員工的就業 特區政府將會推出總值800億元的補就業計劃 這個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政府將會向合資格的僱主提供工資補貼 令到這些僱主可以保留他的僱員 但是僱主必須要承諾在接受工資補貼的期間 是不會裁員 所有的為僱員作出強積金公款的僱主 都是符合資格 唯獨是有一些叫豁免的僱主 簡單來說 這些豁免了僱主 就是他們沒有受到這次疫情的影響 或者再直接說 他們很多都是由特區政府來出糧的 包括香港特區政府 包括我們很多的法定機構 和由政府資助的機構的員工 政府提供的工資補貼的計算方法 是以工資的五成 而這個工資是有上限的 就以2019年第二季的全港的工資中位數 有18,000元為這個上限 就是說最高的工資補貼 就是18,000元的五成 補貼的期是六個月 或者在這裡我再解釋多一句 有這個18,000元的工資的上限 並不等於賺多個18,000元的僱員 是完全不會拿到補貼 只是它的補貼額就會以18,000元為上限 再乘以百分之五十 是這樣計算的 這就是你照顧你的側 多少呢 好,好,OK 好,OK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